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三层次上来讲 M2 绝对是最好看的 流线型的一个笔深 再加上莫小彬彬的铝合金的一个环 再加上它本身整个笔的一个通透度也是最高的 C1的话它是最容易上手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还是不深喜欢 另外C1和M2的话就是说你看一下那个笔尖是不一样的 C1的笔尖会好很多 那M2和C2的笔尖你看到就是这两只 你会看到它们笔尖其实是属于差不多一个大小 能看得清吗 差不多一个大小 这里应该能看清一点啊 但是C1这边能看看明显是明显是比较大的 这么去看 那书写感受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习惯用大笔以及大就大 所以说都是用大笔尖了 所以就是C1的书写感受对我来说它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综合来讲的话 如果手比我小的人的话 我认为是说 就手稍微再小一点呢 就是可能 万宝龙的146或者像这种就是说这一类的 我平常用这种大笔嘛 就是我平常用这一类大笔的 它hold不住的话 那C2肯定是会比较好的 那再下来的话书写感受M2无尼是最差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它这块很硬 有时候想控制那个笔的时候 你就下一次用点力 那这个力的时候捏起来它就很硬这样子 但是笔的一个重量感来讲 它这个地方它是最轻的 就是说惯性它是最弱的 如果这一块从在MC2基础上面再来改M2 估计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块 另外M2它是最简单 C2真的有点做太多了 但是如果鱼类型肯定是它的书写感型 感受比较好 质感的话那就肯定是它的比较好 就C1 而且C1是唯一一只能装吸磨器的 C2我特别去问过 它说装不了吸磨器 我觉得可能墨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这个大小如果是出门用的话装个小墨栏 或者旅行装的 我觉得可能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当然这么讲M2也可以 也的确是了 另外一个这个的话C2的这个地方我最懂的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防滚的一个装置 就是防我应该是之前讲过有个平面吗 现在我这么看你们防光 从这里的防光应该能看到吧 那这个是一个防滚的一个装置 但是你不是特别对你看就是我滚远一点给你们看看 不 不好意思 太重了 那可能这样子就是说不是特别有效 但是也算是有点用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比来讲的话三支其实握感都差不多 能看到直径都比较好 但价格来讲的话那就价格真的忘了 价格的话反正M2肯定最便宜了 颜值也是最高 那C2应该是最过后出的嘛 那中这个C1就中间 那看你们喜欢哪一个就是 再去就选选哪一支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一支就可以了 不要三支全路 C2主要是这支是红色的 看起来效果肯定跟示范差实在是太多了 C2的示范绝对是好看的 不会像现在这支红色的 而且这个文我觉得是怎么样 他应该是我去看过图片 他应该是这块是一个摩擦面 然后这是亮面 然后通过这样子一个材质对比去凸显这一支笔 所以其实C3支笔其实应该是各有特色的 可能刚好是我拿的这一支是一个红色 导致了就觉得我觉得可能他差一点点这样子 重量来讲的话C1会 其实三支都挺轻的 就是跟平常我用的百利金 现在这个重量是差 我百利金的重量已经算是非常轻的了 跟万宝龙来讲的话那就相当轻了 对吧 再下来的话其他的重量的话C1最重 这两支的话就这么去垫起来的时候差不多 就C1可能是有点重一点 而且感觉到是头重 就前面会重一点 其他的那个笔尖的话 M2我这次用了两个月 但是那橡胶圈开始有点黄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材料的一个寿命问题这样子 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呃 另外这一种笔有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非常我觉得低管是沙漠不好洗笔 不像那种吸墨器我可能就这么去拧 拧一拧然后笔尖这边就差不多了嘛 我通常很少拆尖然后把这个笔给洗干净 因为除非是你用极黑或者万宝龙神蜜黑的这些就是浓度比较高的那个墨水的话 那才要说整根笔材来洗 如果不是的话正常流动性比较大水的话 没那么多的那个墨渣呃残留在这里 对大概就这样子 那这就是这三支笔的整个感受 那希望你们喜欢 那有什么那个做了不足的麻烦知道知道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